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章节跟认识上你的应许 为什么应许是有条件的呢 其实这才是一种无恋爱的教养方式和保护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30章 我所沉迷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 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听从他的话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 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 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又比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信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 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 又尽心尽信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 身处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 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 使你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使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甚进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沉迷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神 就必在你所要进去 得为耶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敬拜 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为耶的地上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我今日忽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 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 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这样 你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感谢神 应许是有条件的 这就像是爸爸妈妈 要求孩子们 必须要写完作业 做好该做的事了 才能出去玩耍 吃点心一样 这是为了引导我们 仍然走在正确的规范中 让祝福成为生命的益处 而不是害处 亲爱的朋友 我们也不用害怕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摩西已经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 不是捉摸不定的 爱你的神 早就把他的智慧 和那些要对你说的话 都写在这本神经里了 就让我们一起 每天都更明白 他的话语 并且可目追求 他的心意 相信你 会一步一步 走进那美好的应许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爵苏 谢谢你 让我更认识了 你的应许 我也要保有一颗 可目的心 求你带领我 陪伴我 往你给我的 应许之地前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读神的话语 可以更明白 神对你的心意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